各位前贤大家晚安 大家好 感谢天师德 感谢师生师母大德 也非常感谢这段时间以来 各位前贤我们共同的学习 那今天是来到 我说华言世界的第九堂课 总共议计有十二堂课 那今天是第九堂 要谈的就是 华言之总别一如戒 这个总别一如戒其实是满好的 后学满喜欢的 因为我们怎么样子 超越一个自我这样子的观念 叫做我执 也叫做我相 融入一个大我 也就是总 我们说总跟别就是这样子了 融入一个大我中就无我了 无我就无我相 无我相就可以 像金刚经讲的 放下我相就一切的相就可以放下 一切执着也可以放下 所以它可以开展出涵盖乾坤的那一种 大的那一种内涵气度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上次大概有谈到了 这个总别一如所要谈的内容 我们上次讲了一点点 那总当然就是前提 别就是个体 前提是由个体组合而成 当个体的一切造作 都能够以总体为念 就是说这个总体 就是全体是有很多很多的个体组合而成 就像我们的道场 有很多的道清组合而成 当每一个 这个道场里面的道清 大家都能够以总体为念 以这个大道场为念 这样子就只有总体 没有个体 没有个别 这个时候就能够进入 华言总别一如界 但是它的难是难在哪里 难在每一个人 每一个个体都要能够 有这样子的观念 有这样子的想法作法 那个是很难的 要每个人先能够做到 先从个别的个体做起 才有办法去形成一个总体 叫做总别一如界 那我们这个单元 季光老师很慈悲 他为了让我们了解 这个总别一如界 他分了六个部分 来跟我们很详细的做介绍 那第一个叫做自我的超越 再来是菩萨的大爱 再来宗道为行 再来以上帝同在 再来进入华言世界的家 再来以乾坤道体合一 单单我们看这几个标题 就会觉得很吸引人 对不对 这好像在帮一个人提升 从一个小小的自我 到一个大大的乾坤 甚至整个华言世界 整个的上帝同在 所以这个很棒的 我们慢慢来了解 那我们上次谈到了第一个 叫做超越现在的我 这个是首要 什么叫做现在的我 人通常都会有 以自我 以个人为中心的 这样子的一种 想法跟做法 你说进入道场就不会吗 也会 好比说 季光老师就说了 道场中一届食物 以活动的作用 你既生在其中 就要深切明白 所为何来 若为的只是实践个人的目的 只有你在道场中所想 所做所讲 只是为了达成个人的目标 吸取个人需求 维护个人名义 塑造个人风格 追求个人理想 好 这个人就好比一个我一样了 我我我我 什么都是以我做思考 每天醒过来就是想到 我今天要做什么 我今天要怎么这样 我今天要走如何如何 即使在道场也是一样 如果这样子 虽然表面上看来 他这个人也许很有行动力 他很努力 在为道场 这个努力去开拓 去度化众生 但是这样子的 以自我为中心的 这样子的格局 是没办法担当三朝重任的 不够了 有一天他必须还要突破 这个小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既然有一个个我 个人自我的存在 当道场不符合你所想 所要 你自然就会有失望 落寞 放弃 为什么要突破一个小我的格局 想法呢 也就是说因为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 就有可能 当道场不符合你所想的 所要的 那我们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 就会失望 就会落寞 就会放弃 但最怕就是放弃 这个也可以看成是考验锻炼 太以个人为中心的思考 有一天 很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 上天给你出的考鉴 我们就过不了了 因为不可能样样都能够如自己 几亿 如自己所想的 如果我们太以自己 所思考的 所要塑造的 所要完成的 都是以个人做思考 那万一不如意的时候怎么办 就很容易失望 很容易落寞 所以这种以个人为中心 他到一个阶段之后 他必须要跳脱 这样子以个人为中心的思考 要进入一种超越自我 所以总别一如 他是从每个自己 个体开始做起 然后先关照自己 是不是已经 有达到一种超越自我 要不然 为什么还陷在一个 失望痛苦中 那可能就是我们 我们还没有超越 现在的隔级的我 所以季工老师就说了 如果你在大航中 为的只是超越个人自我 那么你就只有一致 不断修正自己 来符合上天的要求 你就只有一致 不断地改变自己 来达成前提的眼望 像这个跟前面所说的刚好是一个 是以总的观念为主 一个是以个人的观念为主 其实这两个都没有说哪一个不对的问题 哪一个对错的问题 只是我们的着眼点 我们的观念想法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就因为这样 就一直不断地牺牲自己来满足真理的标准 这个过程当然就很苦涉 很艰难 很痛苦 也是一种煎熬跟折磨 但是季工老师认为 这样子所受的煎熬 折磨 其实是很值得的 怎么说呢 它就好比金被火漆能成器 因为这种痛苦的煎熬锻炼 就切磋琢磨的过程 将来能够成就大器 墓被辅着能成型 好像一块山里面起出来的木头 要把它切磋琢磨也是一样 那可以做成各种的形状 只要精神宗旨 你能把握得住 你就不只是留在道场 还能乐在道场 还能建设道场 还能美化道场 所以季工老师说 没关系 只要你把握精神宗旨 那个精神宗旨应该是一个 以道场为念 以众生为念 不是以个人为念的 那样子的一种精神 那个叫做菩萨的精神 菩萨 那就是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去成就别人 这样子 那一种精神的话 你就可以放下 那一种我之 那所有的痛苦苦涩 煎熬 折磨可能都不存在了 因为没有一个我 所以就乐在其中 乐在道场 就建设道场 美化道场 所以这两者 也就是说以个人为中心的 跟以总体为念的 其实这两者 他的出发点可能都是未道场 只是着眼点不一样 有人想的可能只有自己 那有人呢 他想的可能就是整体 就是众生 就是道场 其实这两个 我们可以用一个观念来做个比例 就纪佛讲的这个例子 纪佛就举了一个例子来讲 他说一棵果树最大的责任 就是茁壮自己 并且愿意把自己的果实 任由他人栽死 而没有任何想回报 或生厌言的心 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非常的好 他就在讲说 一个人 他呢 为了完成他个人的使命 他可以牺牲一切 即使果实任由人栽死 他也不会有 宴缘 他也不会想要人家回报 因为这个是他的责任 他把他当作责任使命 就是说我们要为了完成 我们的责任使命 疗愿 就是疗愿 那受的各种苦难 我们都愿意 这样子 就好比一棵果树 他的责任 就是生果是给人吃 生果是给大地 人啊 鸟啊 各种的 反正他就是给人家吃就对了 那他不会在意说 为什么人家拿了吃了都不回报 而产生厌缘 不会不会 他只专注自己 如何完成自己的责任跟使命 为了这件事 他可能要更加的努力 要付出更多 然后在付出当中 他不会有任何的埋怨 厌缘 而且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能够很自然地 把他应该要完成的 叫做使命吧 叫做责任吧 然后去完成它 而不是 重点就在这里 而不是追求更多的阳光 以水给自己 所以清光老师这样的比喻 就非常好 就是说有些人 他可能着重点是在自己 自己要怎样这样这样 我要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在道场也是如此 这样子格级太小 只为自己 这样子是没办法真正完成 作为一个人 所应该有的使命跟责任 尤其在道场 如果修道办道 我们没有办法跳脱一个 只为自己这样子的心 那就很难 在道场中有一个很好的 叫做发挥吧 叫做完成使命吧 好 所以一棵树不会 会追求更多的阳光 以水给自己而努力 一棵树只为付出更多的果实 任人来摘取而没有厌语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如果人能够做到这样 叫做种别一如 别就是这棵树 种就是它付出了很多很多给别人 但没有任何的 所谓的想要回报啦 想要因为这个付出的过程而产生的怨源 不会所以人也有作为人所应该完成的使命 只是很少人能够无言无悔地去完成它 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个菩萨的精神 菩萨的爱 好 所以人要从个体变成总体一如 那首先我们就要学习那棵树 只有努力的生长果实 给人吃那一种付出 而不求回报 或者是不会因为这样而产生任何的怨源 好 那个叫做菩萨的爱 好 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来谈这个 人要超越自我 就是要学习菩萨 菩萨那一种 为了成就众生所付出的爱 总别一如成就众生 这就是菩萨的大爱 菩萨的大爱所拴出的只是自己 如何分享更多给别人 付出更多给别人 而没有任何想回报或神演员的信 这个就是菩萨的大爱 所以总别一如在这里就好比说 众生是总 菩萨是别 菩萨是一个人 众生是很多很多人 那一个人能够念念是 很多很多人的众生 那他就进入了总别一如 所以总别一如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看你的起心动念 如果我的起心动念 是念念是众生 然后就像菩萨一样念念是众生 那其实虽然我只是一个个别的个体 但是我已经进入了总别一如 因为人也是众生 你把众生当作自己 那念念都是众生 那你就进入了总别一如 好 所以重点就在这里了 念念众生就是菩萨 菩萨就是念念众生的人 所谓的念念众生简单的讲就是想的 就是如果以我们来讲就是为了度化众生 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去度化众生 因为看众生都知道众生是在这个苦海当中 叫做长城 长城苦海永世真道 所以受尽各种的苦难 一次就生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慈悲心 这个慈悲心就让这一个人每天就想着说 好 那我应该怎么样来度他们 让他们能够离苦得乐 一次每天念念都是想着 让众生离苦得乐 这个叫做念念不离众生 念念以众生为念 这种人我们就称他为菩萨 菩萨就是念念为众生之苦 那念念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他事实上也没有一个自己 没有一个我 那念念只有别人 只有众生 不会计较个人的利害得死 如果这样子的状态就进入了总别一如界 就是在他的身上 虽然只是一个个别的一个个体 但是他的心念 以及他所作所为都是种的 都是为众生 所以叫做种别一如 那相对的来讲 凡夫就是以自己为念 每天早上醒来就想到 我今天要去做什么 我今天要去哪里 然后你要听我的意见 我有我的看法 我有我的想法 我我我我我我 都是我为出发点 所以凡夫以自己为念 念念不离几例 就是这样做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 如果对我没什么好处 我干嘛要做好 都是以几例为出发点 计较个人的利害得死 所以永远都在凡夫界就是这样子 没办法超越超越一个个体的我 首先得要学习念念 为别人为众生那才可以 那不然只为自己那就是凡夫 好所以念念不离利己的人 不离己利的人就是反复 好我们来看看 季工老师讲了一个例子 同样是那一棵树 一棵树如果把对自己生长 有帮助的阳光 以水肥料当作是力量的来源 而不断地追求 你看我们现在人都是这样 追逐民 利 追逐各种的好处 追逐各种的有形的东西 希望得到更多 这些就好比一棵树的阳光 以水跟肥料 如果他不断地是在追求这些 就好像人不断地追求一些 民 利 一些有形的物质享受这等等 好 这样子的话 反而过度的阳光会让自己哭叫 过度的以水会让自己淹没 过度的回料会让自己闲死 所以季工老师这样讲很有意思 就是说人如果过度地追逐民利 同样也会造成祸害不离身 反受其害 所以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跳脱这种 只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凡夫念头 要开始超越自我 要把自己的念头调整一下 能够多为别人设想 多为苦难的众生来设想 多为苦难的众生念念来享受 能够为他做什么 这样子的话就好比一棵树 他不再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阳光 以水 肥料 然后去追逐这些 他开始努力自己 能够长出更多的果实来给众人 来给众生这样子 哇 那就不一样 如果进入到那样的境界 也叫做种别一如 虽然它还是一个个别的个体 一棵树 但是已经有了种的那种能量 就像一个人也一样 好 所以这个要进入种别一如 就好像菩萨的大爱一样 得到花灰 好 季光老师就说了 他说半道人员的心 要放在救度众生的大爱当中 自然而然的接受一切环境 能量力量的滋养 不必太过多 就是我们不需要追逐太多物质的 享受的东西吧 这样子 只要在顺其自然当中 你能发挥每一分 那就是最好的结果 好 甚至我们要把一些考验锻炼 好比说猎蜂 害虫 汉灶就好比一棵树这些东西 都是上帝能量的表现 为了让自己更加坚实而已 要承受得住 这里的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半道人员的心 念念放在众生 那个叫做大爱 这种大爱就算有各种的考验锻炼 也会把它当作 让自己更加坚强的一种锻炼 那处处所想的就是菩萨的大爱 而不是处处所想的是自己 自己就太狭隘了 太狭窄了 好 所以我们讲了两个 所谓的总别意义 也就是慢慢的要从个体 扩大到总体 就一个小小的个体 也能够扩大到总体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我们那颗心 那个心念很重要 那个心念如果充满着爱 爱就是对别人的付出 那一种大爱 那就把小小的个体 变成大大的一个菩萨的 那一种爱的大体 好 那其实在佛经里面讲说 人的一念三千大千十戒 也就是靠的是我们人的心念 所以一个人的心念转了 他就不一样了 以前念念是自己 那个就很狭隘 现在念念是众生 立刻进入总别意义切 也就是立刻能够展现那种菩萨的大爱 好 那我们先从心念调整 心念调整到有菩萨大爱的那种心念之后 这样还不够 我们先有那样的观念 但是还要有做法 做法就是接下来要讲 叫做中道而行 中道而行就是他的做法 这个很重要 因为总别如 如果我们只有那个心 我们有菩萨的大爱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那很可能 这种大爱也会慢慢消磨掉 消磨掉就是说 遇到困难挫折 那最后就挺不过啦 就放弃啦 所以怎么做呢 季工老师就这么讲 他说刚柔病济 中道而行 这个呢 就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叫做天平 就是说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要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叫做量力而为 所以为什么我们十条大雁里头 有一句叫做要我们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就是一个中道 就好像你得到了一个天平 找到了一个中心点 那个叫做平衡点 那从这个平衡点呢 中立不一的果断决定就对了 那其实我们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反而是更多的锻炼会随之而来 因为一个人调整自己的心念 也许很快 今天调整 明天就立刻变了一个人 那个心就能够跟菩萨的爱相感同 立刻发心的意思 但是接下来做呢 想要做的时候才是考验锻炼的开始 这里就讲啊 就像一匹马车一样 虽然有马首四瞻的真理作为前党 但是验马车前可以飞驰奔走 我可以突然冲得很快啦 就好像我们参加5000公尺的赛跑 我也可以一开始就用百米来跑这样子 百米的速度 跑100米的速度一定是跑得很快 我可以用那个比别人快的 那个跑百米的速度冲出来 叫做飞驰奔行 但毕竟这辆车上 载着的不是只有你自己 你不可以弄得太快 那别人会受不了 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很巧妙的意思 就是说很多人呢 他当他想做事情的时候 他常常不管别人 他就自己去做 而且好像冲得很快 然后就会怪别人 很怠惰都不动 但其实是我们呢 也许是那一批飞驰奔行的劲马 因为我很有心 我发心 所以我变成这样子 但是周围的人就是 喜喜多多跟你有缘的人 你也要停下来看看他们 因为这辆车毕竟 不是只有载你一个人 而是喜喜多多 要一起朝往天的方向 做归宿的人 所以这辆车 它需要有个平衡点 就像车子至少要有两个轮 那当然有的车是四轮 脚踏车机车是两轮 但至少要两轮 两边做辅助 这样才能够再印得起来 再印得了许多人 这个两个轮子就叫做平衡 其实金融老师讲这段话的意思就是 当我们发心要做的时候 我的心充满了菩萨爱 我很想做 因为我开班的时候被先佛感动了 应该说也被自己感动了 哎呀原来我就是佛 佛心本性我身上也有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把它发挥出来 然后可是呢 也不能够一下子冲得太快 这样会有些人会晕车 有些人会当机 那不行 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太快太慢都不好 那平衡点的意思就是 要兼顾到大家了 大家因为这个车上还有其他人 要带着大家一起坐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走 个别就是我 我很发心 那一下子呢 就往前冲 冲得太快了 就晕车了很多人 不行 自己也最后 搞不好遇到考验锻炼 就卡在那里 动不了 所以不行 所以最好是找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点是要考虑到大家 叫做总的 然后跟自己 自己跟总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这样的意思 就是我跟整体之间的平衡点 那刚柔病剂中道而行 就这个意思 刚就是冲得很快了 柔 有时候就慢慢的 慢调势力的 这两者要找到平衡点 叫做刚柔病剂中道而行 当我们要去实践总别义儒的时候 首先要学会中道而行 就像那个弦琴不能调得太紧 也不能调得太松 太紧太松 弹出来的声音都不好 所以这个中道而行就很重要了 就是我们要实现总别义儒的时候 就是个体跟总体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以说无我之心 只有念念众生 但毕竟我是有个别存在的身体 那总是这个团体 这个道场里面的所有的人 个体就是我 有一些基本的个人需求 如何以大我的整体 起得平衡和谐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再怎么发心 我再怎么有菩萨爱要做事 也要跟大家跟大我跟整体 起得一个和谐平衡的关系 其实我们自己的身心 要先起得和谐平衡 不要一下子给自己太大压力 要拼命地往前冲 然后规定自己要每天 或者是一段时间后 或是多久前 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 哇 你给自己太大压力 所以这种平衡 和谐平衡的关系 是很重要的 叫做个体与整体并进而完善 这样才能够进入总别一如界 所以总别一如就是个体跟整体 都要兼顾并进 而且两个都要很好 叫做完善 个体就是我个人 整体就是整体这个 比如说这个道场 这个团体 那两者之间都要有很完善 都要一起成长 所以总别一如就是在这个个体 总体之间找到那个最佳的平衡点 自己也一样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但是绝对不能说 那你们大家都不动都不做 那我一个人做好了 不管你们了 我就自己往前冲 就好像有时候 像以前在学校 带学生去践行 要走五公里 那一个班上有三十多位 总是会有一两个 他就喜欢一个人走在前面 走得好快 那不管别人 那当老师的就要去照顾好那些 要把他抓得住 不要让他走太快 他喜欢这样 人有这种心 有时候他就喜欢一个人为个人式的一种行为 个人式的做法 这样子都不是最好的状态 个体跟总体之间有一个平衡点最重要 不要说你们都不动 那我自己就自己努力不管你们 不可以这样 不是不能去做 而是不能说不管 不管你们我自己做 不行 做当然要去做 但是要跟大家之间 要和谐 要平衡 要并进 最好是能够带动大家一起 这个就是中道和谐 同时也要刚柔并济 这边就讲了 他说要有坚强的意志 也要有柔和的态度 一个人太刚强 他很难沟通 而且刚强的人 因为不好沟通 所以他会以个人的意志 然后他很努力没有错 但是以个人的意志 你要跟他讲这样 他不见得会听 所以很难沟通 那就很难配合 那到最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努力 那这种太刚强了 也很容易受责 受挫 因为你一个人毕竟有限 要有整体的观念 好 那刚强的意志 如果能够配上柔和的态度 柔和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那个沟通协调关怀 刚强比较像一个人的才华能力 还有那个意志力 那个power 行动力 那些等等 然后柔和就是一个人的 那一种沟通协调关怀能力 软实意 这两个都要有 就好像要有实际的内涵 也要有悉心的表现 两者都要 这样子才能够和光同诚当中 真的把大家都带往终极目的 这才是重点 把大家都带往终极目的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个人的表现 而是整体大家都一起 最后要好大家一起好了 不是说好啊你们都不动 就不管你们了 我自己去了 自己去努力了 可是跟自己去努力根本做不出什么 因为没有大家 没有整体 这个是不行的 没有大家的团队的力量 一个人能够做得有限 就真的要把大家 带往终极目的的话 就把大家动起来 这才是重点 所以有刚强的意志 也要有柔和的态度 刚柔并极 这个就是种别一如 否则你失忌的其中一边轮子 所以这边 他说车子有两个轮子 只顾自己骑马狂奔 到达目的地后 却发生前车破败破裂的情况 你又如何安心如何不救 所以就好比说我们大家都要 往礼天 顾家乡回去 有人就不顾别人自己 拼命的跑 拼命的走 可是到最后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回去 那老某问说你带谁回来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一个人回来 因为他们都不想走 我自己一个人走 可是你没有把他们带回来 你回去 恐怕也回不了 没办法交代 你要带很多众生回来 这样子才可以 那其实应该这样说 当我们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不要急着进去 而是要回头看一看大家 今天我们不是在跑百米赛跑 目的地到了 我赶快冲锋 冲进去 然后得到第一名 不是 今天这个种别一如的意思是说 虽然我走得很快 但是三不五十我要停下来看看后面 然后带着大家 等等大家 看看大家为什么那么慢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帮忙处理一下 这样子 就好比我们是一群 要去一个理想的目的地 好比这个李天的顾家乡 这种理想的目的地 那一群人 大家一起走 当然有的人走得快 有人走得慢 那个走得快的人 走一段之后 发现有些人落单 应该要停下来 不要急着继续走 然后看看后面 有没有需要帮忙 因为你走得快 代表你跟后面 体力能力都很强 那你要帮助后面来 为什么他走得慢 那可能有问题 所以你要停下来 帮帮他这样子 不要急着 要去完成 你要到达的目标 我们不是在参加百米赛跑 或者是马拉松赛跑 到最后快要到终点 大家拼命冲 一定要第一名 不是 我们不是要这样子 总别一如是要能够 带着大家一起 要刚柔并济 最后一起完成目标 这样子一起回去 这是最好的 好 刚刚讲那个叫做忠道 忠道就是 当我们快要到达目标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大家 要回头看看大家 不要自己一直往前冲 帮助大家 那种关怀 沟通 协调的能力 关怀能力 带着大家一起往前冲的 那样子的一个心 很重要 再过来 总别一如皆之目的 是以上帝统在 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说 把人跟上帝 看成总跟别 这样的意思 那上帝就代表种 人就代表别 那上帝 常常给人有很痛苦 绝望的时候 这个有人真的也是这样感觉 为什么 自己很多不如意呢 然后有很多痛苦呢 甚至感觉很绝望呢 然后呢 他就会说 为什么上帝你要给我这样 如果有心中有上帝信仰的人 什么事情都是上帝造成的 都是上帝给的 这是上帝巧妙的安排 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痛苦 我的绝望 也是上帝的安排 好 人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不是要人在这个时候放弃 而是要人在这个时候 发现自己的心 原来的出发点 一切考验锻炼 来 他是在验证出发心的最好方式 就是说看看我们的出发心 还在不在 当我们受到考验锻炼 其实他只是在 让我们回到出发心的意义 一个人有那一个出发心 很多考验锻炼对他来讲 都不算什么 都能够过得了 如果会觉得很痛苦很绝望 就代表想要放弃的时候 那就代表我们的出发心已经没了 就藏宝出发心 成道有余 所以这个出发心 就是我们的言来的言行 就是我们出场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最新的状态 那个是最有power 最有能力 最真诚的应该这样讲 最真诚的时候 要找到那个最真诚的言来的心 上帝的考验锻炼 都是为了验证 让我们找回 好 我们来讲一讲 在这个地方 上帝以天使 这个是基工老师讲的一个典故 他说上帝一开始与众神灵天使存在的时候 就像一整个完整的身体 所以有天使代表上帝的口 就带天使的眼睛 那个嘴巴 口 有天使代表上帝的耳耳朵 有天使代表上帝的眼睛 那是似乎有很多的天使了 其实呢 合起来是一体的 所以天使跟上帝 他是一体的叫做众 但是有个别个别的天使 叫做别 所以众别一如 众别一如 就这个意思了 那上帝是各个各个天使 来帮他完成他的使命 上帝的所要做的事 那靠天使 很多的天使 就像我们这里也可以这样讲 米勒老祖师现在都算内验 他要完成人间净土的使命 所以需要有很多 叫做米勒剑鼠来帮他 叫做白羊天使米勒剑鼠来帮他 然后这些白羊天使 跟米勒都算验的米勒之间的关系 就像上帝与天使的关系 其实整个是一体的 叫做众 但是每个天使也是个体 也是别 只是他们之间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一个共同体 不能够去把它分割 只是靠这些白羊天使 才有办法去完成 人间净土的使命 所以等于说是米勒的延伸 在人间的代表 你可以这么讲 好 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其实上帝对每个天使也都有考验 可能大家听过这个故事 吉公老师说我来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天使 就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 因为他只有一边的翅膀 所以就不能飞 边边他的翅膀又是黑的 所以叫做黑色翅膀的天使 所以就说黑色翅膀的天使 其他的天使就议论纷纷的 就这样讲 然后有人甚至说是恶魔的天使 因为他的翅膀是黑的 人家都是白 又只有一只 所以有人就乱想 天使就说那是恶魔的天使 我们大家要眼离他 不要跟他做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有些人 他因为天生有一些 外表的切线 或是看起来不是很OK的那种 跟一般人不大一样的 然后就被大家排斥 有类似这样的意思 其实他也是种跟别之间的别 其实也是这样子 但是他也是上帝的天使 好 这只黑翅天使非常的伤心 可是他仍然很努力地 学习天使该做的事 学习上帝交代的每一件事 我们刚刚讲 一棵树有它的使命跟责任 就是生果是给众人吃 其实每一个东西 在这天地间 都有它的使命跟责任 就像人也一样 就像这个天使也一样 他也有他的责任跟使命 那我们人也有 好 那有一天时间到了 上帝就跟天使们宣布 你们都得下凡 去完成你们最后一道功课 天使责任就是救度 黑暗角落里的每一个纵身 这就是天使责任 好 一是所有的天使们很快乐地下凡 他们在路上看到 有需要帮助人 就去帮助他 这个就是天使 在黑暗的角落 看到有需要温暖的人 就给他们温暖 这就是天使的责任 那唯独这个黑色的翅膀的天使 因为他只有一边的翅膀 所以他走得不快 他慢慢地来到人 我们刚刚讲说有人走得很快 要停下来照顾后面的 但是呢 也有人走得很慢 落后 落对了 落单了 那大家都很正常地在走 但是他就落在远远地落在后面 那怎么办 我们讲 这也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他慢慢来到人间 当他来到的时候就看到 之前有翅膀的天使们 所以有下来没有照顾到的人 他就去努力地去照顾这些人 一样有事可以做了 天底下人这么多 没有渡的人 还有很多很多了 前面天使们已经渡了很多人 照顾很多人的意思 但是还是有人没渡到 他就渡这些 当功课完成 期限届 他们在这一天都要回天交池 都完成了 该照顾的 该渡化的人 这样子 所有天使们都聚集起来要回天了 突然间眼前的一户人家 家里着火了 里面一直喊着救命 天使不是要来救人吗 里面在喊救命救命 可是这个时候 所有天使们已经准备要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已经完成任务了 所以因为时间到了 大家都没有去救了 因为时间到了 这个时候每个天使都说了 我们时间到了 我们要回去了 唯独这黑色翅膀天使节的不忍 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冲进去里面救他 很幸运的人被救了 也就化了一个灾结 可是不幸的事也发生了 因为他身上唯一的翅膀 也可以火烧了 好 到这里 季光老师就问说 徒文们你们想想看 黑翅天使怎么办呢 这时候所有的天使们都回来了 并把他抱回天上去 来到上帝的面前 这件事你可以看出 这些天使们真的 他们没有放弃掉 这一个黑翅天使 我们说总的跟别的 这两者之间就是总别一如 所以大家没有放弃 大家还是回来 把他抱回去天上 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说大家都通过了 最后一关的功课 也都有资格做天使 上帝就把那个没有翅膀的天使 叫到面前来说 叫到面前 然后给了他一对 闪亮又漂亮的白翅膀 哇 他通过了考验 还得到了奖赏 哇 当然他很高兴 因为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能够拥有一双翅膀 因为他为众生牺牲 把他唯一的翅膀都给烧掉 所以这里也有个含义 就是我们虽然只是小小的个体 我们只要愿意为众生 众生是大大的众生 很多很多的众生 即使我们能够为天下众生 能够做一点事 就算做的事过程当中 我们受了一些伤害 受损 就像这个唯一的一次翅膀 也给烧了 但是只要你为众生做的事 这个种的 就会还给你更多 所以上帝就给他 一对 漂亮又闪亮又白的翅膀 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大爱 当然也看到了 那一只黑翼天使的大爱 所以黑翼天使也可以是一个大爱 这个大爱就没有分个体跟总体 没有分上帝跟天使 只要是爱都一样 所以你看 你说 总别一如 这个一如就好比天使跟上帝 等同的那一个大爱 那就变成个别跟整体的一如 就好比如果有人 他可以像季工老师一样 那种大爱 然后愿意 承担三朝重任 不惜牺牲自己 他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个体 可是他就 可以跟我们 季工老师一样的那一种大爱的话 那他就进入了总跟别一如 就好像佛菩萨跟众生 佛菩萨跟众生 也是一个总跟别 如果有人发一个大慈悲心 叫做大爱 他立刻也跟佛菩萨一样 那就进入了总别一如 好 所以这边就讲了 他说为什么上帝要再造人呢 就像人为什么想要诞生 孩子洋溢下一代呢 所以上帝赋予人独立思考 意志 这种独立意志思考的能力 就是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闯荡 去成长 所以和自己一样能成就 有自信创造力的人 所以当初上帝创造人以后 要求所有的天使对人敬拜 他要求天使们 你们要敬重人 就像敬重我一样 因为人也是上帝创造的 好 所以上帝跟人之间就像 父母亲生孩子一样 那样的父母亲对孩子 也有他的爱 也有那个大爱 所以其实上帝虽然把 亚当笑话赶出异天眼 但是上帝的大爱是 无时无刻都存在着 对人都存在着 所以这个就是 如果有一天 我们也能够有这种上帝的大爱 那我们跟上帝就合而为一了 那个叫做总别一如 可是外表看起来我们还是人 上帝还是上帝 还是无形的 这样看不到 可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大爱 所以我们跟上帝就合而为一了 合而为一的不是形象 这个外表的我 这个人 可是他的那个精神 那个大爱跟上帝合而为一 所以总别一如 如果从有形的个体来讲 是不可能 因为大我那么大 众生那么多 人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那佛菩萨 哇 那么多的佛菩萨 充满的慈悲能量的佛菩萨 我怎么可能 跟他合而为一呢 当然不可能 可是 有一个可能 就是如果我们也发了一个 大的慈悲心 就像佛菩萨的慈悲心一样 那我们立刻跟他 变成了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的不是外表形象 而是 那个慈悲的能量跟精神 没有分别 那当下就进入了 叫做总别一种 总就是所有的佛菩萨 别就是我个人 我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 这个个人 人就有佛性了 把佛性 佛性本性充分的发挥 那个大爱发出来了 那个大慈悲心发出来 就跟所有诸位菩萨的慈悲心 一样的时候 那就进入了总别一路 好 这边有一个撒旦的考验 就是说 撒旦并不是不爱上帝 但是他不能接受 人跟上帝同等被敬重 就是说 因为人是上帝造的 所以人 所以撒旦只敬重上帝 但是不敬重人 可是上帝说 人是我造的 上帝造的 所以你们要同等 敬重上帝一样来敬重人 可是撒旦不接受 你叫他爱上帝 叫他敬重上帝可以 但是你叫他敬重 那个上帝所造的人 他不要 他不能等头敬重 所以他就变成了撒旦 所以他也是爱上帝 但是却不信 不信什么 不信上帝所造的人 不敬重 就因为这样子 他有了分别心 所以我们知道 所谓的总别一路 就到最后就没有分别了 总别一路就没分别 别是个体 总是整体 就像所有诸佛菩萨是总 个人是别 当我发一个慈悲心 发一个大慈悲心 我就进入了 总的一个状态 可是撒旦认为不可能 他不是不尊重这种 人有可能像上帝一样 受到尊重这样 所以他不相信 他有分别心 因此就堕落了 成为人类的考验跟磨难 这就是撒旦 撒旦是这样来的 这样子的解释很有趣 以前没听过 所以上帝跟人的一路 这个就是总跟别的一路 上帝是总 别是人 那我们跟人跟上帝 何等的差别 所以一个种一个别 可是人的心 有那个佛心本性 那个上帝老母 所给我们的佛性 那个佛心本性 如果充分地发挥 我们也可以跟上帝一如 跟明明上帝 这样的意思 所以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有老母 给我们的 就是明明上帝 给我们的那个 严胎佛性 这个严胎佛性 一旦发挥出来 那是等同于 明明上帝的那个 慈悲大爱的那个本质 就跟诸佛菩萨 大爱的本质一样 那个慈悲的本质一样 如果我们能够发挥出来 就可以跟他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不是我的个体 而是我们那一份心 那份慈悲的能量 那就进入了重别一如 所以人是上帝所造 如果说人心 跟上帝的心相契合 相契合就是说 上帝的大爱 跟人的大爱相契合 就是诸佛菩萨的慈悲 跟人的慈悲心相契合 这个契合指的是 那个最高的那个慈悲能量 相契合 所以人是上帝的代言人 代为传达上帝的天国福音 完成上帝所要完成的心意 能回归到礼天 跟上帝同在 所以这个叫做 人跟上帝的 总跟别的一如 总别一如的条件 就是那颗心 要能够发得出来 那个慈悲心 慈悲能量能够发得出来 能够跟诸佛菩萨一样的 慈悲能量发得出来 五颜大使 同底大佩能够发得出来 能够守得住 发得出来 守得住那个菩提心 那个慈悲能量 那我们就进入了总别一如 因为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慈悲的能量 所以人跟仙佛能我一如一样的意思 道场中敬拜仙佛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仙佛都是人修成的 所以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仙佛 因为他发挥了那个最大的 就是总别一如 就是说虽然他是人 但是他跟诸佛菩萨 已经等同的那个慈悲能量 在慈悲大的慈悲心 慈悲能量的这件事情上 就进入了总别一如 总是诸佛菩萨 别是我 我们自己个人 因为个人的心 发出来的慈悲心 到达诸佛菩萨的慈悲心 那就进入了总别一如 好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只能上到这一个 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 明镜事件 能不能跟我们